字幕提供 還有一件事就是 外交又一直批評說 香港的年輕球員 技術或各方面都一代不如一代 你自己覺得 其實是否香港的清分 有些不足夠的地方 還是你覺得有其他原因 其實都不是 因為以前那些 我覺得始終都是注重技術型球員 好像以前山道士 那些全部都是注重技術型球員 而現在的足球 我就覺得是注重速度 還有體能上面最需要 所以香港其實都搞得挺好的 現在